一个是使用隔线效果绘制出来的 一个是使用网格绘制出来的 两种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 哈喽,我是薛林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主题 那就是都是格子,但是使用却不一样 只有线的隔线,以及只有面的网格 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 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 关于隔线的使用 没有看过同学们,记得先点开来看哦 今天影片可以算是上一支影片的延伸版 隔线,以及网格,使用上,以及效果都不太一样 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哦 那如果对今天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在这里,左边跟右边 一个呢是使用隔线效果绘制出来的 一个呢是使用网格绘制出来的 两种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 隔线的使用上 因为绘制出来主要是线 所以呢它可以根据线的移动 来去调整 每个行跟列的格子大小 而隔线的使用呢 就是使用工具列的 矩形隔线工具 绘制出来的 那今天要讲的呢 是针对于面 也就是网格的部分 同学可以看到上面这里 乍看之下也很像使用隔线绘制出来的 可当我点下去以后我会看到 每一个呢是独立的面哦 它是一个独立的区块 不像在隔线里面 我移动的时候呢是整条线 一起移动的 在隔线的使用上 像这种整条的线 你要需要更改宽度的时候呢 只需要点选线就可以了 然后在网格里面 刚刚有提到 因为它是独立的面 所以呢当你绘制出来 你不要它的线框的时候 你是可以取消的 甚至你可以将这块直接取消掉 也都可以 那关于网格是怎么绘制出来的呢 首先将滑鼠一道工具列 我们选择矩形工具 在这里呢 你就绘制出一个方形 你要长的扁的宽的都可以 线的宽度跟甜色 你都可以调整都没关系 好假设我要这样子 点选这个物件以后 在上面的选项点选物件 路径 下面有一个分割成网格 点选下去以后呢 会出现这个小视窗 浴室的地方 请一定要记得打开来哦 在这里可以看到 横跟直 目前数量是1 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你可以调整它的数值 横的话呢 就是左右的线 直栏呢 就是上下的线 这样子呢 就可以简单的完成一个分割网格 按下确定 你使用黑色箭头 移过去的时候 它是个单独的色块 你可以将它移动 放大 甚至删除 以及呢 另外调整它的颜色 都是没问题的哦 不过呢 也因为它色块的关系 假设呢 我们今天是要单纯的 只调整这一条线 它的宽度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办法 因为当你选取物件以后 它是整个四边 都会一起进行调整 所以今天你的表格 是属于一般 比较基本款的表格制作的话 我都会建议使用格线去制作 这样子呢 你线的宽度 就可以直接单一去调整 不用担心说 我今天只要调整这一条线 但却变成 四个边边 都一起进行调整 但是网格的使用上比较活泼 它可以快速的去调整颜色 以及删除它边边的线 甚至移动 所以就看各位同学们的需求 那网格的使用上呢 除了刚刚说 这一个比较基本款的 它有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 我一样会制出一个长方形 我先简单调整颜色一下 我一样选择物件 镀镜 分割成网格 浴室的地方一样打勾 我们将数量先调整 在这里感觉上跟上面一样 但是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下面有高度 间距 合计等等的数值可以调整 可以看到当我调整的时候呢 中间会出现间距的留白 这样的调整呢 也会比上面的活泼多了 当你确定完毕后 你按一下确定 它就是中间会有留白的网格 那一样呢 它都属于单独的区块 那也是可以进行变形 都是没有问题哦 那今天呢 就分享网格的使用方式 关于隔线跟网格 两种的使用方式不同 各位同学们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 去做选择哦 那关于今天的隔线延伸版 不知道各位同学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今天主题的话 也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 如果喜欢朋友喜欢把边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哦 拜拜 那就是关于色彩学的部分哦 如果你觉得你在颜色配置上 就是有一些困扰的话 总觉得画面的颜色 不管是在设计还是会涂 那就是如果你正在学习PS或者是AI 你知道涂层的重要性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涂层有多重要呢 画起来为特别的顺手 而且它在绘图板有模拟纸张摩擦的系数 所以你在画